大家好我是桃園女行員的關達佑 第一季然後其實也蠻緊張的也蠻害怕的 一開始在熱身賽的時候其實表現的就是很低迷啊 但後來就是想說既然有這個機會就不要放棄 教練也教我上場就是不要去害怕說放錯 因為我會給你空間去釋放你自己的能量這樣子 阿翔就是不管是在場上我犯了一些什麼失誤啊還是什麼錯 就是他就是都會給一些鼓勵的話 或者是說要教你怎麼樣趕快的去轉變你的心態 跟一些傳球的一些技巧 第二季有可能大家找來腦外會越來越高 會越來越打直那一定是不要把拋頭的部分 跟打分球的穩定度 也會把命中率都往上提 很多時間都是在練球啊然後休息 其實沒有什麼時間可以跟家人一些聯繫啊 那只有球賽季的時候就可以回一回家裡 然後可以幫幫忙幫忙就是幫忙他們啊 希望下一季你們也可以就是來台灣巨蛋為我們加油哦 所以其實他們跑 Flame 不停 換音樂 我們去幫忙 歡迎 我們去幫忙